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5月18號 武漢盛市東方小區的居民拍視頻揭露 中共當局在所謂的全民核酸檢測中 胡亂檢測 糊弄百姓 視頻中一名女子說 檢測取樣後沒有編號 每20個人的樣本放到一個瓶子中 根本無法分辨樣本是誰的 這名女子質問 這樣的檢測意義何在 據瞭解 盛市東方小區共有3,800戶 居住6,000多人 居民當天排隊幾個小時去檢測 但到了下午才發現 檢測人員只帶了600多個檢測試劑 5月15號 大陸新浪網轉載財新網的一篇報導 寫到初步評估 武漢核酸檢測 1,000萬人中至少有50萬人感染 結果 不僅新浪網的報導被秒刪 財新網的原始報導也一併消失 據海外網站的轉載文章顯示 財新網早前報導 武漢在4月份進行了1.1萬人的 血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 其中約5%至6%的取樣者抗體稱陽性 按這個比例 武漢有1100萬人口 至少有50萬人被感染 而當局公布的確診人數只有5萬多 這則武漢至少50萬人感染的新聞 雖然快閃出現 但在微博引發議論 有網友諷刺 無論是50萬還是100萬都是零確診 世界衛生大會在週一召開 據路透社報導 一份文件顯示 歐盟和澳大利亞推動一項決議 要求對中共病毒的起源和傳播進行獨立調查 決議草案的副文顯示 獲得116個世衛成員國的支持 包括歐盟27國 非盟54國 還有印度 日本 俄羅斯 英國 加拿大 紐西蘭 印度尼西亞等 據報 決議將在週二提交 估計會獲得通過 有評論指出 連俄羅斯和非盟等中共盟友 都站到了中共的對立面 中共在國際上已經空前孤立 好 下面請看本期的時事禁聞